一个人的成才可以是自古英雄出少年,也可以是大气晚成,人过中年,如果还碌碌无为,你应该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大气晚成之人,一路上磕磕碰碰,吃了显示不少的苦,你也依旧会有成功逆袭的希望。 其实真正大气晚成的人,身上往往都有这几个特点,将来恢复极贵,好日子在后头,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闻,环境是命,机遇是孕,鬼谷子说,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天之正也,春季耕种,夏季生成。 秋季收割,冬季储藏,这是天时的正常运作规律,人类社会也不可背反这一自然规律,而例行逆施,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,即使成功一时,也终究必败。 我们首先要了解大自然的规律,然后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,去做人做事,这就叫顺之者昌,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多次提到了道的精髓,即道法自然,天之道,不正而善胜。 我们不是不争,而是当我们还弱小的时候,需要积蓄能量,要学会乾隆勿用,待到世纪成熟了,才能抓住机遇,以非冲天。 这便是古人所倡导的时影,运也,所处环境是命,所逢机遇是运,曾国藩也说,君子淡尽人世,不计天命,而天命即在人世之中,我们只管耕耘,不要计较成败,但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到位了, 付出由量变到质变,最后才能真正收获成功,大气晚成。 江子崖是如此,汉高祖刘邦是如此,刘备是如此,晚清明晨左宗棠也是如此,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蒲笔香,这个世界上没有随便随便的成功,每一份成功后面都埋藏着无数的艰辛与汗水。 所以说,大气晚成,天知正义,懂得隐忍,小不忍则乱大谋,懂得隐忍的人才是那个厚积勃发,一鸣惊人的大气晚成之人。 其实我们对田几赛马的故事都耳熟能详,大家最后都只是关注了谁赢谁输,关注了事情的处理方法,殊不知,其中有着隐忍的大道理。 马分为上中下三等,用下等马去应对别人的上等马,差距之大,耻辱之大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,但是要只有接受了自己下等马与别人的上等马之间的差距,接受了这一份耻辱,你才能等到后面用自己的上等马去比别人中等马。 用自己中等马去比别人的下等马那种威风,耻辱永远是一时的,只要我们能够熬得过,便能得到最后的胜利。 岳王勾建的忍辱负重,卧薪尝胆,最后换取了岳国的兵强马壮,孙殡的忍辱负重,装风卖赏,换回了一条性命,更换取了最后齐国的繁荣昌盛,屈辱只是一时的,唯有懂得隐忍,方能得到最后的成功。 心态很好,一个人要想成功,好的心态是必不可少的,因为人生无常,人情反复,势辱齐驱,没有好心态, 怎么能够撑到最后,人生下半场。 比拼的往往是心态和健康,谁要是能够笑到最后,谁才是最终的赢家。 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,当当进入社会,就马上想买房子,升职加薪,创业成功等等,但是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,因为少有一蹴而就的成功,成功都需要一个过程,当你自身能力强大了,与之匹配的物质也不请自来。 比如说,中国人买房年龄偏低,平均年龄27岁,就买了第一套房,而在美国大概要38到41岁,我们非要平均年龄27岁,大部分30岁有钱买房。 你的能力和你的欲望要匹配,怎么买得起呢? 于是,工学大师曾是强劝年轻人说,如果太着急,那就是虐待自己,自然感觉焦虑,所以不及法好,你不及会会培养出有恒的这种修养,而有恒才是成功的根本。 幸运大师也告诫年轻人,二十几岁,人生还早,他再努力个十年,三十多岁,大概就可以了,三十多岁不可能再努力,四十多岁,二十多年努力就可以了,不要那么快。 因为成功都是要时间慢慢积累的,所以,我们不要抱怨自己不成功,也不要怨天尤人,而是要调整好心态,多看到积极乐观的一面。 比如说,菜根坛中说,扶酒者,飞必高,开仙者,亵渎早,仓服很久的事物,一旦腾飞,则必定飞得高远,太早开发的事物,往往也结束得很快。 若我们时刻提醒自己成功是大气晚成,则会对未来充满信心,心态更加积极乐观。 这样一来,我们即便是面对挫折磨难,也会把它当成是成功的垫脚石,愈挫愈勇,再接再厉,在日积月累的努力中,我们也会在无形中激进成功,让大气晚成就像水稻渠成一样。 喜欢独处,很多人经历了一次失败,就已经是处于自暴自弃的状态,终身难以翻身,而能够大气晚成的人,在面对困难的时候,是不会轻易地放弃的。 耐得住寂寞,才能守得住繁华,只有静下心来,你才能专注地做事情,去一次次靠近你想要的目标。 真正大气晚成的人,喜欢独处,坚持做自己,不会人云亦云地随大流。 他们能够在逆境中隐忍折服,不断磨练自己的才能,在机遇出现时,牢牢抓住,从而一鸣惊人。 寂寞当然是容易让人空虚估计的,它会让浅薄的人变得浮躁堕落,但寂寞也是最容易让一个人产生大智慧的,会使睿智之人变得更加深刻。 现代社会,人心浮躁而功利,面对众多的诱惑,要想耐得住寂寞,绝非一事,所以人们也才说,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,因为大师几乎都是大气晚成的,都是能耐得住寂寞的。 耐得住寂寞,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,也是一个人大气晚成的特征,但凡大气晚成之人,往往都会有一个无人看好,无人支持,无人鼓励,甚至周围人都反对的阶段,这个阶段,只有寂寞陪伴自己,而这段寂寞时光,恰恰是沉淀自我,提升自己的关键阶段。 只要能坚持下去,只要能熬得过去,就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 对自己拿得起放得下,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一定是有追求的人,而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拿得起一件事情很容易,但是想要放下一件事,却很难,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的人,必有一番成就。 很多人会问拿得起是什么意思,其实是用自己的肩膀承担起自身所需要承担的重量,不惧困难,勇敢地往前进,拥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,去做好每一件事。 同时对自己的目标,不断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前行,这就是拿得起。 相反方向就是,应该去舍弃一些东西,很多人不愿意舍弃是舍不得,往往放下自己应该舍弃的东西,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,也是对未来的一个赌注。 我们要知道,只有把自己身上多余的东西卸下来,才能更好地轻装上路,所以那些拿得起放得下的人,自身非常有担当与责任,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,拿得起放得下才是深藏不露的人。 作家张爱玲说过,出名要趁早,来得太晚的话,快乐也不那么痛快,于是,很多人理解为成功要趁早,但早早成功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。 这就好比是水果还青色的,便被人摘了下来,用催化剂催熟,它还能有成熟的那份甘甜味道吗? 可以说,正是因为张爱玲的这句话,耽误了很多年轻人,让年轻人更加浮躁,错误学习压苗助长,最后欲速则不达,又变得怨天尤人,荒废了大好青春。 还是我们老祖宗英明,他们早就告诫过我们,与其早成功,不如晚成功,与其晚失败,不如早失败,成功来得太早,得不配位,爬得越高,摔倒越重,还不如多多魔力,厚积勃发,让自己的品德与地位匹配。 让自己的能力足够驾驭成功,其实,真正的成功,都是大器晚成。 孟子曰,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服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。 苦难和成功总是对等的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你若是享有大成功,就必须遭受岁月的打磨,挺过去了,才能大器晚成。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曾经吃过的苦,走过来的路,都会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,推动我们迈向成功,所以说,真正的成功,都是大器晚成。 大器晚成 才是最美好的人生朋友们,您赞成大器晚成的说法嘛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